接下來是宜蘭櫻桃鴨的 整個五星期的兩道座 我們歡迎詹姆士 Max 好 先從詹姆士這邊開始 安妮當她的二廚 用櫻桃鴨帶來的菜名叫做 味噌酸菜冬粉鴨湯 鴨湯 酸菜冬粉鴨 聽起來不會太特別 很容易講這樣 我用的是比較日系的方式 我後來會把這個鴨湯裡面 我把它放味噌跟牛奶進去 味噌跟牛奶為什麼這樣講 它有點像豚骨拉麵 切這個鴨胸就很想念阿基西 對啊 因為它很會刨這些 這個是會把它做得 類似像叉燒一樣 叉燒 叉燒 帥 這個是我 因為我熬一個湯 鴨 把它鴨油取出來變這樣 然後這邊是有 鴨油有這麼多啊 這個還算少了 它顏色真的好漂亮 而且還是冷凍節凍的 對 鴨腿取下來之後 我跟鴨這個架子會一起去熬湯 待會我們的冬粉會下去炸 我用鴨油下去炸 因為我們要熬湯 這些鴨油下去你受不了 那樣其實在都脂肪的 對啊 都皮跟脂肪的 對 妳幫我煎 開火喔 這樣子嗎 對 妳幫我煎 鴨腿 對 皮好厚喔 你都不用不加油的 不用加油 因為它油已經夠多了 對 那我要幹嘛 因為妳就煎 把油給煎出來 妳現在待會兒會用到多少 鴨肉的部分啊 我現在鴨胸帶回下去煎 然後這個鴨腿的部分會去熬湯 跟鴨架的一起去熬 會把山菜放進去 鴨腿鴨架都熬湯喔 對 然後我待會兒湯取出來 鴨腿我會把它撕一撕 把它放到我的鴨絲啊 對 冬粉裡面去 然後上面是鴨胸把它煎得像 叉燥一樣放在上面 那我們等一下過來 好 Max 看Max在幹嘛 再抓煙 帶來的菜名叫什麼 我們今天帶來的菜名叫做 穿香燒鴨腹跳跳糖鴨皮捲 蛤 跳跳跳糖鴨皮捲 對 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妳最後會撒一個跳跳糖 對 因為我們在北京 是烤鴨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沾棉糖 但沾棉糖它的口感在裡面 就比較平 所以我們改用 跳跳糖的話 它會有另外一種的層次 對 會比較特別 妳會喜歡有走跳的感覺 對 難怪那麥爬山 對 對 對 不考驗 不是 他有時候是因為 工作的管理 他不在那裡嗎 我跟你講 這麥爬山 很有道理 蔥薑蒜 然後還調了一個 沒有芹菜 特製的燒鴨鹽 燒鴨鹽 對 然後最特別的是我還加了這一個 冬菜跟硬形 去提它 冬菜跟豆豉是不是 對 去提它 鴨腹內的香氣 好 來 要塞進去的 要塞進去 它有其他鹹的調味嗎 沒有 就在 沒有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燙一下 讓它的皮整個繃緊 好 好 從頭對不對 對 對 從脖子 沒有 從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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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看一下它的手 手在那 手一起熟 好 好 它那個也 真的 一起熟 好 這邊再一下就好 好 好大 妳怎麼看它 要再一下下 妳怎麼看它 就是它的皮的顏色 有一點圍 開始封住了 對 好 來 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刷一點點的 麥芽糖醋水 待會兒就可以把它 封乾一下 就可以入爐下去烤 糖跟醋 醋在烤的時候會揮發 然後糖會帶到表皮 形成一層保護 我們就會形成一層脆皮 脆皮跟醋有關係啊 有 稍稍的給它封乾之後 就入爐下去烤 兩百四十度 像這隻全鴨今天 品項很好 很大 應該要烤個二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 不會焦嗎 表皮 不會 這艾姆斯那邊有試吃 我們這邊請來 我們這邊有試吃了 我好愛吃這一種的飯嗎 有加鴨油嗎 有 這鴨油 我沒吃過鴨油飯飯 非常香 真的很好吃 我想吃 沒有油耗感 好好吃喔 很好吃耶 鴨香飯的概念 這個就是鴨湯 感覺很厲害 酸菜鴨湯 好好吃喔 好香喔 好香喔 是光光耶你們 很好吃喔 好難過喔 沒關係 這是冬菜 冬菜 對 我會炒冬菜跟酸菜 一起把它炒進去 然後湯再跟它對 所以待會會多一個酸菜 跟一個冬菜味 兩邊都放了冬菜 冬菜搭鴨肉搭鹹菜 這類的話就搭 這邊要試吃了 好 來這邊請 這個顏色 驚喜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 就是烤鴨肉 250度烤20分那種 這個效果 好美喔 因為它是順風的 先取一點下來 那我們把它做成試吃的部分 好 對不對 鴨皮壽司 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放上來 待會兒搭配著一起吃 好好耶 感覺越來越酸喔 對啊 嗯 鴨皮薄薄的鴨鹽 搭上了起司 奶香 乳化了整個嘴巴裡面的口香 所有飯的口感 飯融裹得很漂亮 我從一看到它 現在我都不知道它吃起來什麼味道 完全不知道 就很餓 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是試吃嘛 對不對 試吃還好嘛 那吃成品 唉唷 唉唷 這邊呢先用紅油炒一點辛香料 這裡頭有紅蔥頭有蔥段 好 那邊要火嗎 那邊沒火 好 你幫我開一點 好 我們先幫我們 這裡頭有紅蔥頭薑片 蔥段 蔥段 就這樣是不是 待會兒來這邊再加一點 紅油的 辣豆瓣 辣豆瓣 然後炒香完之後 來加一點的酒釀 哇 很噁心 全下了吧 你是一定幹嘛 全下 好 我們就把它全下 讓它酸氣稍微的揮發一下 來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辣椒粉 也是 也是嘛 我們就把它全下 來 放過來 然後熬煮一下 讓它濃縮 那我們待會兒回鈴一下 好了 詹姆士她準備要組裝了 我們帶我回來 好 好 好 這個肉已經很嫩 這跟酒包好吃 你這個這樣搞很浮誇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冬菜 炒酸菜 剛炒 剛炒過 天啊 這個是 一樣是酸菜跟冬菜 但下去沾了地瓜粉 下去炸過 沾什麼 地瓜粉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你為什麼要說 太棒了 太棒了 這個很精采 哇 漂亮 這個顏色 好色 這個顏色 好漂亮 它鴨胸真的能吃四五分 對啊 它不是像雞 雞比較雜實 對 鴨的話比較沒有那麼雜實 所以它是可以吃半身熟 就跟羊 鴨 鴨它不吃什麼河邊小蟲的嗎 它是比較少 它是吃扶貧怎麼比較多 果然我乍看好像 它吃扶貧 乍看好像放那個 好浪漫喔 好像放那肥醋肉在上面 那現在把味噌放進去 我可以把你怎麼媽吃過 差不多了 有點愛吃一點 你說什麼 我說你靜靜的看 厲害 靜靜的看 喔 這個一碗 你這麼多牛奶下 不就稀釋了嗎 鴨 因為這邊鴨的味道對你夠重 那什麼 好 待會兒吃的時候我會把湯倒進去 倒進去 它就會馬上吸到水 它就會變成凍的 看那個瓦罐 我也覺得要煎藥了 嚇我一跳 好 好 味噌 酸菜冬粉鴨湯完成 完成 完成 太可得力 來 這邊請 好 整個倒下來 摔殘 這那個火 它弄了 行嗎 好 可以 挺好 挺好 漂亮 來 晃一下 立一下 我們再從這邊呢 把它 有辣度的醬汁 對整個淋上來 風味 有點帶湯對不對 對 微微的 微微的 當作一個醬汁 再放上大量的香菜 還有跳跳糖耶 對 再一點點 全部是在盯著跳跳糖 什麼時候要加 跳跳糖應該放嘴巴裡的時候 上桌的時候放對不對 對 上桌的時候放 對啊 後來放下去 有水分就那個 跳不起來 來 我們這樣兩道 穿香燒鴨腹 跳跳糖 鴨皮捲 這個上好的食材 我想另類的台灣之光 是 台灣真的富裕得非常的成功 而且養得非常的好 感謝宜蘭南洋平原的好山好水 好 來 五星級料理準備上桌 來 好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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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聽到它那個聲音耶 脆脆的聲音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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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喔 我真的很餓耶 它鴨湯超濃的耶 好好脆喔 确确的 像那種白雞湯 你咬一口鴨肉 吸點鴨汁之後 你再喝那個湯 更好的 好想喝那個湯喔 BARS怎麼說 因為它裡面有放酸菜 所以它應該是濃而不膩 因為它鴨的話 它其實這樣子吃起來 它非常的清淡 然後再咬到鴨肉 然後鴨肉的肉汁又蹦出來 再跟鴨湯合在一起 又有不同的層次 羨慕 所以很暖耶 對啊 好棒喔 掌聲鼓勵 我們要吃跳跳糖是吧 跳跳糖 我們來吃個跳跳糖好不好 跳起來 來 快一點 你們在那邊 這真的是很難的 對 不知道它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對啊 其實鴨皮的油脂 會跟跳跳糖是很mage的 你那個甜麵醬自己做的是不是 對 稍微拌一下 海鮮醬下去做雞蛋 好好玩喔 好跳喔 你的跳跳糖放哪裡 在裡面 包在裡面 效果很好耶 很好耶 它很好耶 它就是你在咬的時候 你要停頓一下 你不要一直咬 你一直咬的話 那跳跳糖的口感就不見了 它覺得很特別 好好玩耶 以後都可以放掉 知道我們是什麼時候 我們在吃 在北京吃這個烤鴨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把皮沾沙糖 所以本身皮跟糖 它就是非常合拍 很融合的 對 那跳跳在裡面 但是它的糖分是 跟我們剛才沾沙糖是差不多 它比較有趣的地方在哪邊 就是單停的時候 跳跳糖的味道 跳跳糖的口感是很明顯 一直在跳 但是它咬得過得到 因為跳跳糖有點 像砂糖的感覺 所以在吃的時候 會有一個錯覺就是 它皮變得更脆 對 因為在咬的時候 你會以為它皮烤得很脆 但事實上是跳跳糖 在裡面幫助自己 很好玩耶 OK 好跳喔 口感的錯覺 鴨胸肉是不是太熟了 大概是牛排的五分熟了 用力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謝謝